辣子鸡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道川菜 味道麻辣、咸鲜,略带回甜 只要是能吃辣的 基本都能爱上这道菜 是啤酒派对的最佳选择之一 鸡腿肉清洗干净 切成拇指宽的大块 把鸡腿肉放入锅中 加清水 再放入姜片和料酒去腥 大火把水烧开 鸡肉焯水两分钟 焯水捞出,清洗干净 空气炸锅烤盘,喷一点油 把鸡块放入烤盘中 均匀搅拌 让每一块鸡肉都沾上油 空气炸锅烤20分钟 200摄氏度 400华氏度 来准备点蒜粒 蒜切成粒 蒜粒不要太小 用清水冲洗两遍,洗掉粘液 滤干水分 锅烧热后加油 油七成热后放入蒜粒 全程用小火 大概用了七分钟 等蒜粒微微变黄后 盛出控油 辣椒和花椒要用热水浸泡十分钟 十分钟后 把空气炸锅烤盘取出 鸡肉翻面搅拌一下 再让它继续烤十分钟 把泡水后膨胀的辣椒剪成细条 二十分钟后 二十分钟后 鸡块烤好了 取出备用 热锅凉油 油烧热后 放入辣椒和花椒大火翻炒 加入豆豉 泡椒 继续翻炒 把辣椒水汽炒干 微焦出香味后 放入鸡块和葱片 姜片 继续翻炒 加点酱油 料酒 糖 放入青辣椒 采椒和洋葱片 再来点蚝油 香菜 把鸡肉炒干炒香 倒入刚刚炸好的蒜粒 炒均匀 美味的蒜香辣子鸡就做好了 又麻又辣 蒜香扑鼻 蒜香也放入酒 香草 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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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